无人无故爆出一声巨响 镜头前的电风扇还跟着震动了一下 这一阵发生在五号早上的八点十五分 许多桃园人都吓一跳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间蹦一下 然后房子都在剧烈咬换 我以为是有飞机掉下来 还是外面马路车祸 以为是气爆 炸弹一样砸下来 哄一下就停了 民众的回答白白重 有坠机气爆甚至是炸弹 还要人以为对岸打过来了赶紧报案 本所今午日上午八十十七分 接获民众报案表示 在杨梅区金山街大楼听到爆炸声 同人判断因为地震发生时 所造成的声响举震动 造成民众误以为发生爆炸案 这声巨响竟然是地震 震央就在桃园市政府西南西方的 十七点一公里 仍是规模三点二震度五公里 但只有几秒的震动还伴随着巨响 真的跟过去的地震很不一样 还好没有传出任何灾情 不过这稀奇的震动方式 也让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欢迎新闻 陈明燕 杨阁 邱子凌 桃园 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